很正常 这些中医啊 为了钱 为了目的 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 武姿此时再次不紧不慢地 跟着天有家族说道 他们这些人 能够为了赚钱 售卖假药 草菅人命 自然也能够为了生存下去 害死你的女儿啊 真没想到 我是真没想到 这帮人的心肠 竟然如此恨毒 阿卜勒一时间怒不可遏 他脸色胀红 他的胸口也是 抑制不住地剧烈起伏着 接着他立声说道 我跟他们从没见过 也从未有过任何的恩怨 仅仅是因为 我信不过他们的遗书 不让他们医治我的女儿 结果 他们竟然就要害死我的女儿 这他妈的 哪儿还是医生 连人都不配做 我也没想到啊 这个何家荣下手如此狠辣 武姿冷哼一声 沉着脸怒声说道 亏我还欣赏他的风骨和气节 刚才他口口声声 跟我说这医德责任 结果他自己反而使出了 这种万恶不赦的诡计 现在看来 也不过是个 只会装腔做事的虚伪小人 他说到这里 愈发愤怒 虽然 这些日子 他跟林雨 跟中医 势不两立 但是他真的是 发自肺腑的 敬佩林雨的气节 现在他才看清楚 原来林雨竟然是一个 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更可恨的是 俺你竟然还蒙在鼓里 武姿想到自己的漂亮 单纯的女儿 被何家荣这混蛋 玩弄于鼓掌之中 他便感觉到心在低血 他脑袋也是 昏昏胀胀的 只感觉到浑身的血液 不停地往上定 这就是 他为什么会因为这件事情 格外生气的原因 因为他也有女儿 他知道 这种最疼爱的人 身处险境的滋味 所以 他对阿卜勒的情况 格外地感同身受 如果林雨是一个真君子 欺骗了他的女儿 那么 他的心里还能好受一些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林雨竟然是一个心底 如此黑暗 歹毒的卑鄙小人 巫子会长 您放心 像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 早晚又露出真面目的 那一天 到时候 安妮会长 看清楚他的丑恶嘴脸 便能够凡然悔悟 理解您的苦心了 阿卜勒也跟着附和一声 接着 双眼微微一眯 眼中迸发出了一股 无尽的寒意 他冷声说道 不过 有可能 安妮会长 还没等到那小子 露出真面目的那一天 那小子 可能就已经一命五呼了 话音一落 阿卜勒便利落地 掏出自己的手机 接着拨了一个号码 冷声冲电话那头说道 你现在就给黑十四打电话 让他们联系我 我有任务 要跟他们合作 说完 他便直接挂了电话 冷着脸等了起来 黑十字 伍兹听到阿卜勒 说出这个名字之后 脸色逗然间变了 他显得极为诧异 伍兹先生 您也听说过这个组织 阿卜勒看到伍兹的反应之后 好奇地问 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听说过他们 好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杀手组织 伍兹的面色凝重 他说道 故意地装作一只半截 其实身为米国人的他 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北米这个大大有名的 杀手组织黑十字呢 呵 何止是厉害 可以说是 非常厉害 阿卜勒扬着头 满脸自得地说道 他们在世界杀手排行帮上 能够排进前六 伍兹促着眉头 脸色越发铁青了 他沉声说道 阿卜勒先生 你的意思是 当然是出调和家荣 他想让我的女儿死 那我岂能让他祸 阿卜勒恨声说道 他说话时底气十足 极为自信 仿佛在他动了杀死林宇的念头之后 林宇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作为世界鼎鼎有名的石油大亨 他完全有实力有底气 展示出这种自信 在他的眼里 林宇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医学协会会长 他只要动动手指就足以让他粉身碎骨了 至于林宇军情处引领的身份 以及世界各大特殊机构交流大会冠军的名头 他并不知情 毕竟这些信息非常敏感 根本不可能对外报道 而他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这种机构 所以对这些他丝毫不了解 他之所以动用黑十字这种超级杀手组织 其实不过是想做得隐秘干净一些 不想让华夏追查到他的身上 直接杀了他 有些不太合适吧 伍兹听到阿卜勒的话之后 双眉紧簇 似乎觉得阿卜勒这种做法有些不妥 他沉声说道 虽说我跟他直接是敌对关系 而且我现在也恨透了这黄皮恶贼 可是直接杀了他 手段是不是有些 有些阴险卑鄙了 阴险卑鄙 阿卜勒冷哼一声 脖子上轻轻抱起 满脸怒容 伍兹会长 我们再阴险卑鄙 有他阴险卑鄙吗 是他嫌用北比无痴的手段 要害死我的女儿啊 可是 就这么早杀了他 我也觉得不甘心呢 伍兹陈胜说道 我还想让他亲眼看到 我在国际上把中医赶尽杀绝的情形呢 他觉得 让中医在世界上毁灭 这才是对淋雨最大的报复 这个您放心 我可以先跟黑十四这边谈一下时间 而且他们在动手之前 也需要先搜集准备何嘉荣的信息 这个不冲突 阿卜勒则是急忙说道 伍兹陈志连再没说话 见课之后 他才开口 阿卜勒先生 这件事 是你和何嘉荣之间的个人恩怨 你自己定夺吧 我就不发表意见了 不过 我事先提醒你一句 这个何嘉荣呢 非常的不简单 很显然 伍兹这句话 是想把自己从这件事情里剥离出来 以免后面会染上什么麻烦 不过他的内心 也是赞同阿卜勒的做法的 因为他也认为 像淋雨这种败坏依德的人 应该去下地狱 而淋雨死了 那他的女儿 也就会回到他的身边 不过因为不想牵扯到这件事情当中 他也并没有告诉伍兹 淋雨的另外一层身份 只是简单地提醒 淋雨这个人不简单 放心吧 伍兹会长 这件事啊 绝对不会牵连到您 一死一毫 阿卜勒心领神会地笑了一下 他自信说道 何嘉荣才不简单 有黑十字不简单吗 黑十字一出售 何嘉荣就是有十条命 也不够私的 很显然他并没有太在意伍兹的话 说话间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们来电话了 阿卜勒 见到是黑十字那边的电话打来 面色一喜急忙接起来 阿卜勒先生 很高兴再次接到您的电话 请问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稳重的声音 说话格外地客气恭敬 不知情的人一听 肯定会误认为是哪个高端会所的客服 我有个任务要给你们 开价三千万美元 不 五千万美元 阿卜勒则是沉声说道 虽然他认为 林雨根本就不止五千万 甚至三千万都浪费 但是为了确保成功率 他特地加高了些价格 毕竟林雨所在的城市是华夏的心脏 而且林雨在他的眼里是小虾米 但华夏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未经许可得出门 巨大卢